這禮拜主要是把這兩個按鈕 理論應該有印象 把這個切到下載 下載就是把舊的資料先刪掉 然後重新從雲端上面 再把資料下載下來之後 再增加三個欄位 1 2 3 按這個按鈕是這些動作 然後再來就例年切到折線圖 就把這個資料 繪製出根據年的部分 按下它的話 它這邊會多一個例年折線圖 那這邊有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然後呢今天的話 就是要再來完成後面還有三個按鈕 按下這個按鈕的話 還記得吧 我們如果要得到哪一區的切大鍵最多的話 然後用樞紐分析表 還有一個樞紐分析比例圖 按這個按鈕按下它 它幫我產生一個表 然後一個圖 OK 所以第二個 所以你會發現按下剛剛這個按鈕的話 要得到的結果就是先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再把這一個樞紐表 樞紐分析表放這邊 樞紐分析圖放這邊 樞紐分析圖的話呢 一樣是放在第二的位置 然後總共10欄寬 20列高 大概這樣算數據 所以如果我假設要完成這件事的話 該怎麼做 第三個當然還有個 入接到前10名還記得吧 先 再增加一個 入接到前10名 然後一樣把前10名得到 然後把那個圖給繪製出來 不過就不是人工的 如果我今天希望是用 程式的方式來完成的話 最後當然我希望把這三個刪掉的話 我就多一個刪除 資料以外的工作 這個意思是說 留下原來的資料 其他的這三個 通常幫我刪除掉 OK 那就按下這個按鈕的作用 OK 大概是這樣子 按下它 完成 所以今天 就是要完成這 後面 還記得吧 上禮拜就完成這兩個 今天完成這三個 大概就OK了 可是要怎麼樣完成 各區比例圖 其實跟 歷年切到這邊 是一樣的道理 你要先完成這一個 再完成這一個 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兩個 結合在一起 之後呢 變成按鈕 那就完成 各區 比例圖的做法 不過等於是 應該喚醒一下 各位如果你這部分 不太熟悉的話 一樣 把上禮拜的影片 稍微看一下 一樣我會把它放在那個 就是Moodle上面 應該可以找得到 公告區裡面 那上個禮拜就是 這五段影片 裡面好像記得 這邊有沒有 就用錄製 我們是錄製歷年切到的一個 先錄前面 左邊這個 然後再右邊那個 OK 那今天的話動作其實一樣 不過可能我們會稍微加快一點點 有些細節我就 先做這一個 先做這一邊 這一個 再做這一個 OK 來試試看 各區比例圖 那一樣 第一個當然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其實你當然就錄製了 還記得吧 這個各區比例圖 第一個優標一定放這邊 然後呢 我們可以先彩排一下 來接彩排動作 插入書紐分析表 然後 然後他這邊先選範圍 選完範圍之後的話 產生一個工作 表 新的 然後把那個區拖拉到 記得先值再列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先列在值 好像他這個 會發生錯誤 然後最後的話 把優標放B4 在資料裡面 一個Z到A 排序一下 那就可以排出哪一個 切大線最多 看中山區 但問題 眼睛看 數字跟看圖一定是圖比較快一點 所以第二個我們要做什麼 樞紐分析圖 那樞紐分析圖要怎麼繪之一樣 油標放在這個區域裡面 然後再利用樞紐分析表 裡面的樞紐圖有沒有 然後這邊有個圓形圖 把這個比例給匯製出來 拿一個確定就可以了 然後 位置跟大小 先不要管 錄製的時候 因為我們之後程式可以加 三個禮拜一樣 然後再把這個標題改一下 然後再把這個圖例給刪掉 這樣就完成了 OK好 那大概我們彩排過之後 我們就開始來work了 所以 分兩個 階段來完成 你說老師 那我一氣呵成可以 可以 可是問題 程式太 太長了 可能會超過 你可以負荷的 這個數量 那這樣 你會容易 將來程式會比較容易發生錯誤啦 所以我建議 你可以縮小範圍 我們把它拆成兩部分 OK 一個是樞紐表 那我們來看 所以 假設彩排OK了 一樣把那個 就是 制定功能區裡面的那個 開發人員記得要打開 OK 然後再來的話開發人員裡面 主要是利用這個 叫錄製矩 OK 這個錄製矩的功能 其實 慢慢各位要習慣 也就是說以後 反正你以後要重複做的事情 盡量 建議就可以把它錄下來 另外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程式不會寫 沒關係 反正多錄 你多看 看久了自然 慢慢會越來 越看得懂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那種感覺 好像越來越有那個規則性 而且 其實錄下來的東西 它不是混亂的 它是有固定的規則 那個規則大部分都是 用哪個物件做什麼事情 或者用哪個物件做什麼設定 有沒有 然後它把程式敘述 寫下來而已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錄製 我先 錄第一個 那個名稱叫什麼 也許叫 樞紐 上個禮拜那個叫樞紐表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可能 不要跟那個 上個禮拜一樣 因為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叫樞紐 不能一樣 所以我叫樞紐 表 前面三個字 一樣好了 後面區隔我用底線 記得這個地方不要用其他符號 只能用underlight 底線 Shift加上0 右邊那個按鍵 然後加個區好了 比如說用這個來區隔 這個是指的是 區的樞紐表 OK 或者你自己打一個名稱 反正這個名稱好辨識就可以 我想到是這樣 OK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 把它蓋 因為這邊我剛run的時候 我已經寫好一個了 你把它取代 一 插入樞紐分析表 按確定 二 把那個區拖拉到尺 把區拖拉到列 OK 第二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的話 就是有標放在B4上面 然後資料裡面 按一下力道A 好 結果OK了 OK之後 你又記得 如果你 錄完喔 一定要記得停止錄 因為蠻多同學都忘記 停止錄 就一直錄 發音程式怎麼越來越多 因為你後來做的動作 他都自動幫你寫成程式 所以記得停止 OK 好 那沒有問題了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樞紐 我看一下那個樞紐表 樞紐表底線區有沒有 那我把它做個編輯一下 因為我想要針對這個來run一下 當然啦 如果你現在在run的話 一定發生錯誤 所以我把它先刪掉一下 runrun看 run一定會發生錯誤 所以要怎麼run它呢 記得聚集裡面就會有剛剛錄的這個 當然你執行一定會發生錯誤啦 我們按執行好了 你會發現它按真錯 錯一定是錯在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還記得吧 上禮拜應該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它的規則跟上禮拜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只是好像多這一行 Application Card Mode 等於False 這個其實這行好像沒有作用 你可以把它刪掉 好 序詞點 add 其實這一行是什麼呢 其實你會發現 它這一行呢 序詞指的是序詞物件 add 是一個方法 做什麼事情 那就是什麼 add嘛 顧名是新增 什麼東西 工作表 你會發現一個工作表出來 所以這一行執行就得到這個東西 那下一個就是說呢 要針對它做什麼事 那你會發現 其實最最最最最大的關鍵在哪裡 還記得吧 樞紐表7 驚嘆號 因為它現在已經是樞紐表8了 根本沒有7的東西 所以我講過啦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你直接把它砍掉就好了 有沒有 記得喔 砍掉的位置就是 從那個7驚嘆號這邊delete掉 就OK了啦 那R3 C3我講過啦 C是藍 這是A藍的意思 R3是D 所以指的是A3儲存格 意思就是說 我將來把那個樞紐分析表放在A3儲存格 當成是它的左上角的開始位置 OK 那當然其他你要不要刪 其實倒也無所 因為如果你現在同一台電腦不刪沒關係 但你換一台電腦就要注意 叫Version等於7啦 還有Dow點Version等於7 這個可能就要把它刪掉 不然你換一台電腦 那你把它打開會發生錯誤 OK 所以這個目前刪不刪就沒關係啦 我把它先刪一下 因為我看到它我就想要把它刪掉 不刪我覺得好像有點 感覺好像有蟲的感覺 OK OK 個人習慣啦 所以 那你現在這個不刪 那底下的話 還有哪些要刪除 這三 這個一定要刪 這兩行 還有這個VS 到EndVS 反正記得就把這個砍掉 你會發現好像事成相似 那他說要 確定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把那個砍掉之後 整個就換來 就感覺好像就 清爽許多了 所以這個1 就是插入樞紐分析表 它會先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再來到哪裡呢 記得到這邊吧 他這個Excel Repeat Label 這個好像 就是上面樞紐分析表的 那2的話就是插入 所以這邊是 拖拉到 拖拉到直 然後下面這個才是拖拉到列 所以這個底下後面 的訊息自己再加一下 然後這個是什麼 排序 OK 排序就是這樣 所以1234 就剛剛的動作 自己後面再把那個 註解補上 那你會發現 RUN應該就沒問題 那麽來亂亂看好了 執行一下 所以關鍵 改完之後按執行 有了 但是因為它現在名稱 叫工作表9 所以未來如果我希望它叫 各區比例圖的話 那記得嗎 在最下面一行 再增加 目前這個工作表 在ACTIVE 工作表叫SHEAT 沒有S 因為只有單個 點NAME 它的名稱 叫做 等於有沒有 叫做 各區比例圖好了 所以 各區 比例圖 OK 好 這樣就完成了 OK 那當然你可以把這個 就的再刪掉一下 再RUN一下 這樣就OK了 因為這個 樞紐表區 各區比例OK了 好 那再來還剩一個什麼 這個旁邊要畫個圖 畫圖跟上個禮拜基本上一樣的 只是把原來的折線圖改成圓形圖 還有影響 所以我們再做 等於 我覺得是重複的動作 再來一樣 錄製 然後那個叫 樞紐 樞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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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底線區好了 OK 那一樣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有做過啦 按確定 把它蓋過去 然後 一樣 這個樞紐分析圖 然後用圓形圖 第一個 按確定 第二個的話呢 位置跟大小先不變 我們自己改 我覺得會比較OK 不然你自己移動 你可以錄一錄看 沒有辦法 錄了一大堆程式 萬七八糟的 我不建議你自己 可能你需要做的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把它改成叫 各區 各區比例圖 然後 把它的那個框框點一下 然後設定它的顏色 設定它的出體字 然後大小大概20左右 最後的話 很重要一點 因為它這個實在是不清楚 上面到底哪一個是 所以我們還記得 按右鍵 有做一個叫新證標籤 那我們用圖說文字好了 比較簡單 好 那這個 這個可以拿掉了 所以這個點它一下 不是 不是點上面 記得點 點這個 不要點這裡 點 這邊 其中一個 點一下 然後delete 把它刪掉 因為這個圖例就不必要了 OK 好 錄好了 停止錄製 所以盡量不要有多餘的動作 記得 先插入那個 樞紐分析圖 然後把上面標題改一下 加上資料標籤 刪除 OK 大概也是四個動作 插入樞紐分析圖 然後標題改一下 第二個 第三個加上標籤 第四個刪除 第四個刪除 OK OK沒問題的話 就把什麼 停止錄製 一樣看一下 它這個 圖有沒有OK 樞紐分析圖 底線 區也有了 真 當然你可以 按個編輯 OK就在這裡 當然一樣 我們四個動作 你也可以再加四個註解 第一個註解是插入樞紐分析圖 OK 第二個的話就是 設定它的title 標題 OK所以這個自己再加一下 因為這個其實都差不多 OK第2 標題其實在這裡 它實際上是 把它的chat title 等於它的標題 點一下 選起來 所以我剛剛是選了它 然後輸入它裡面的字 然後在設定什麼呢 主要應該是這個地方 顏色 4color 等於 RGB 其實就是 顏色 RGB 就是紅綠藍 然後最小就0 最大就5 所以調色盤調出來 紅色全部 沒有綠色 就是 就紅色 意思是把那個 標題字改成紅色 然後其他還有什麼 要不要出體要出體 那字的 大小 Fore size 然後再來什麼呢 那個標 新增資料標籤應該是下面這兩個 這兩行應該是新增資料標籤 那底下最後這兩行就是刪除圖例 所以其實總共也是 四個步驟 所以這個也自己再加一下 第三 就是新增資料 圖書文字 新增資料標籤裡面的圖書文字 然後第四 就是刪除圖例 OK之後的話 那我們把這個註解自己加一下 這個我就不打了 因為要花一點時間 那最後的話 要讓它大小跟位置 把它放在我想指定的位置 哪個位置呢 第1 2的位置 然後 10個欄寬 10列高 還記得吧 記得加在哪裡呢 關鍵地方 記得加在這一個 叫 add chart 2 後面的這個 參數 這個指的是它的樣式 是圓形圖 所以我們把它丟點一下 然後 放在那個 range 第4的位置 range第2的位置 所以range 刮弧 然後 第2 的左邊那一條線 所以特別 所以你點下去如果沒出現 表示應該我打錯了 這邊應該 因為這個鍵盤實在有點不太有操作 點一下 然後laps 就是水平坐標 請你幫我把它劃在這個 第2的左邊這條線 那垂直坐標的話 你幫我把它放在那個第2屬成格的那個 上面那一條線 所以 range第2其實是一個 的一個基準 然後 range第2 這個點top 然後 豆點 幾個藍寬呢 跟第2屬成格一樣的寬度 然後 乘上10倍 所以 range第2 點with 當然你不一定要 用那個 第2啦 其實其他屬成格也可以啦 只是因為這個比較好的指向 乘以10 然後再豆點 所以 後面的話 再加一個 它的高度應該多少 那就是 range第2 這個屬成格的高度 height 你打h1吧 h1大概就height出來了 然後乘以20就ok了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 這個 這個圖的設定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它位置 是不是在這裡 沒錯 然後 這個位置ok了 然後呢 我們最後就把 兩個合而為1 就可以變出一個按鈕了 應該還記得吧 怎麼合而為1還記得吧 最後的話你可以在 這個底下再加一個 把這兩個sab 合併為一個sab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 開頭一定是sab 所以你打一個sab 然後名稱給它 名稱叫什麼 各區比例圖 ok 所以把那個名稱加在sab後面 各區比例圖 那我習慣enter就可以了 因為它會自己幫你下 然後再來什麼 call呼叫哪一個呢 其實用呼叫上面那一個 跟呼叫下面 先呼叫這一個sab後面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叫什麼 樞紐分析表區 有沒有 ok 然後把它放在call的後面 空格貼上 好 enter一下 然後再call什麼呢 call樞紐分析圖區 to ok 這樣就ok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sab 實際上有點像 它只是控制什麼 先執行這一個 讓它去跳到上面那一個 再執行這一個 再跳到這一個 ok 就把這兩個一起 幫你執行掉就對了 OK啦 麥斯卡 理論應該這樣ok了 把這個刪掉一下 因為不能有重複的 所以我們就是執行這個 油壓放這邊 按上面的執行 有沒有 樞紐分析 有啦 各區比例圖就出現了 那一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 再把它刪掉 再加一個按鈕 按下它 OK 它就出現了 不過這邊好像有錯誤 為什麼錯誤 應該是有重複的 我看一下 因為我這邊有個個區比例圖 好像我別的地方應該也有 它可能不知道哪一個是 這邊也有啦 所以它這邊有兩個 我把這個刪掉好了 如果你假設出現什麼 它早按下去奇怪 它怎麼出現出 因為可能你有沒有重複的 Sup 有的話會造成剛剛那個問題 按一下 欸 還有耶 這個不對了 OK 然後 其他的 這樣應該就ok了 可以了 所以我把那個名稱刪掉 它就不會造成 就是 所以以後你們可能要檢查一下 你那個模組裡面 有沒有寫一樣的東西 像我現在已經開到第五個模組了 所以你這邊有的 其他地方可能也有 怎麼知道 別的地方有啦 其實有個方法 就是你打開這個模組 右上角這邊有個程序 你可以從這邊去找 有沒有同樣的名字 看到有耶 有就把它刪掉 你就留一個就好了 你不能留太多個 然後Module 3檢查一下 看看有沒有 這好像沒有 有沒有 可是你說 老師這個Module 2空的怎麼辦 沒關係 把它按右鍵 移除掉就好了 不需要 OK 甚至你說 老師那太多個了 我可以把它全部集結在一起 可以啦 你把它剪下來 貼到Module 1下面 把1以外拿掉 沒關係 OK 你要不要分好幾個 或者說你要 把它放同一個 都可以 就看個人 不過理論上我習慣把它分一分啦 不然的話有時候太多個 這個放一起喔 反正不要不好找 好 試試看喔 所以各區比例圖喔 有點像把上個禮拜這個 例年切到折線圖 複習一下 然後再增加 這個 那待會的話呢 那一樣喔 我們是希望呢 再做最後一個 叫入階道 因為入階道這個有啦 入階道前十名 一樣做這個圖 再做這個 再做個表 做這個圖 OK 試一下喔 好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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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